第19題,19-20是題組 有一個裝水拌滿的燒杯固定在小車上 小車在水平地面做直線運動如圖所示 當小車經過遠點位置時,記錄小車在0-5秒的位置X在表中 是回答19-20題,其中第19題是問 0-5秒中 XT 圖呢 應該是接近哪一個 那我們可以從這他給我們的表格當中可以看出來 他在0-1秒的中間呢,他走了6公尺 然後走了5公尺 然後走了4公尺 也就是說 這個車子的速度是越來越慢的 因為是越來越慢,所以不是做 等速度運動 X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一條直線就代表一個速度,就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 A跟B選項都是做等速度運動,那這是不會對的,因為他沒有做等速度運動 那麼剩下C跟Z 那C跟Z誰是越走 誰是越走越慢呢 我們有兩種可以看法可以看 第一個看法就是我們前面說的 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一條直線代表一個速度 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直線如果越斜就代表速度會越大 那我們看到C選項 我們做切線呢,我們會發現他的切線是越來越斜的 也就是呢,他的順時速度會越來越大 所以 C表示他的速度是越來越快 那麼豬選項呢,那我們做切線會發現他的切線越來越平 所以就表示他的順時速度就會越來越小 所以就表示豬呢,是越來越慢的 那麼或者有另外一種看法呢,就是我們去挑 我們找一樣的時間間隔 我們會發現呢,在C選項他原來走的比較少 後來走的比較多 所以就表示他是越走越快的 而在豬選項裡面呢,我們同樣取同樣的時間間隔 那我們就會發現呢,原來走的比較多 後來呢,走的比較少 所以表示他是越走越慢的 所以呢,我們剛才已經看到,從表格看出來 他的是越來越慢的 所以呢,我們的答案呢,就應該要選擇的是豬 因為豬選項呢,才表示 我們的速度呢,是越來越慢